而全國參與國際象棋的人向來都是男多女少 不過Fremont一間小學一班喜愛國際象棋的女學生 他們的優秀表現就引證了根國不讓騷媚獲 再由兩位三報道 在Fremont的Vivo小學 有四個人組成的三年級代表隊在全國比賽 和另一隊並列冠軍 其中三個人是女將 Joanna Liu是其中一個 拘捕了兩年國際象棋 平均每一天 翻一兩個小時練習 最近她個人在全國女子組比賽贏得冠軍 11月將會前往希臘參加國際比賽 不過Joanna Liu並非戰無不勝 而是懂得從錯誤中學習 而何嘉玲的爸爸都喜歡捉國際象棋 這次有沒有跟爸爸一起玩過 有 你有沒有贏還是輸 要整齊贏 要整齊贏 Daniel Ho捉了六年國際象棋 拿過不少獎 他說喜歡思考來破解棋局 還有我最難的資料 足國際象棋是男多女少 教練估計是因為男性喜歡足棋那種思維上的刺激 而女性有時會受到文化觀念的束縛 避免與人爭勝 教練表示 足棋要專注於棋局而不是對手 否則會產生輕敵或者是膽怯的心態 而足棋的人都千萬不要怕輸 否則只會令到自己陷入侵推兩難的局面 26台記者梁惟生是東灣Freeman的報道